如果这个测滑功能 你们不用的情况下 把这四个螺丝拆掉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四个螺丝拆掉之后 这个整个测滑 这个就可以拿得下来 整套都可以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 然后你拎着这两个管子 把这个马达盖 这个马达盖拆掉 找到这两根管子 把那个气管拔出来 然后再把那个电池法跟它堵住 就可以了 这是拆 拆测滑 然后里面有些参数 里面有些参数如何调试呢 首先从这里进入 主菜单 操作设定 进入压板 按 踏板操作方式 点开 这个是关闭 就是不用策划功能 不用任何功能的情况下 就是外加功能 选择第一个 然后切略 确定 放下一页 下一页上面会显示 支持反转 以伸缩压角 按一下 上面会显示5 你就把它清成0 然后切 确定 前一页 然后退出来 返回 返回 返回头 如果是说 假设来说 以后你又想用测滑的时候 你就照样把这个测滑跟它装上去 装上去之后 照样把这个电子阀把这个盖子打开 打开之后把这两种管子 直接插到你之前插 拔到那个管子上面去 插上去就可以 管子一定不要插错 一旦插错的话 它动作不正常 动作是反的 首先这个你一定要 确认一下 然后呢 现在你要打开那个功能 刚才是关掉那个功能 现在我跟它把测滑功能重视跟它打开 以后就怕你们要用得到 然后从这里进入煮菜单 操作设定 操作设定 然后进入压板 然后找到 踏板 操作方式点开 然后显示第二个 隔离控制大压板和辅助压板 抬起落下 点开这一个 点击中间的 然后按确认 再按下一个 左右分离压板 降下动作 点开 显示第二个 压板先左再右 下降 那确认 确认 再翻下一页 后一页 支持反转 以伸作压角 后面是选择是零 如果你要打开 要用测滑的话 点开 然后你就按五 虽然说上面没有 你要用测滑 你就按五 如果你要反转 上面有 有显示 你要用测滑就按五 确认 退出 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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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车 能力